我常觉得饮食上或者生活上 我们叫趋吉避凶 对 趋吉避凶之后好多东西多做 不好的东西多远一点 那像发言就是 我讲一个逻辑 发言是必要之二 发言像打仗 人家来打你 你要不要打回去 你要打回去啊 所以适当发言是保护身体 可是过度发言的话 有时候就破坏身体 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依的双重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依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依 我是主持人梁依健康王的编辑 陈婉欣 在我身旁是客座主持人 医学权威的陈宝尔医师 大家好我是宝仁医师 宝仁给我问你 一讲到发言 你会想到的身体问题是哪边 当然身为一个中年男人的代表 我第一个会想到摄护线 但是因为我复展科医师的身份 其实你讲到发言反射 就子宫颈发言 要不然就是硬到发言 这种职业病 可是发言其实是一个保护极致 很有趣 对啊 其实像现在真的蛮多过敏 因为像我自己其实就是皮肤发言 我异威性皮肤也很严重 针对身体发言的健康问题 我们就特别请来了林婉萍医养师 来跟大家分享提升免疫力的方法 那么欢迎婉萍医养师 两位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婉萍医养师 其实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 我们只要提到发言这两个字 其实大家都蛮喜欢看的 而且是特别那种容易疏忽的发言 或者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发言 大家都会比较关心 那我们就想要请教婉萍医养师说 我们是不是其实常常在不知不觉中 把过敏源吃下去 其实你这样子讲 我就跟大家分享 像你刚才不是说你的皮肤容易过敏吗 对不对 其实过敏也是一种发言的反应 那但是比如说有些人会是鼻子 有些人是这个皮肤 因为像我是鼻子 我的皮肤还好 皮肤的发言反应 尤其是偏向过敏类 他们在营养学上 我们就会建议有几个东西 大家可以参考听听看 第一个是牛奶 牛奶是所有的奶制品 包含优洛乳 优格 起司 那牛奶有人就会问我说 那老师是要全子的 脱子的 低子的 暂时我的建议都先不要 那有人就会说 可是我喝牛奶 我没有感觉到 就立刻咬起来 我说因为其实过敏有两种 一种叫做慢性 一种叫急性 那有一种就叫不知什么性 真的真的 因为其实你看那个牛奶 在写论文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有人有皮肤困扰的人 他们发现有人不喝牛奶以后 他的皮肤困扰真的会有帮助 好那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另外就是像我自己有一个客户 我就印象深刻 因为他是个男生 他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快要60岁 他一直都有皮肤的困扰 长的是个帅哥中年男生 后来就是因为他那时候 就是在做我们的过敏源检测 然后他检测有一个慢性过敏源 是牛奶 好那我就跟他说 那这样好了 我们试试看 好就是慢性过敏源 不等于真的就是说 在医疗叫做诊断 好但是他是一个提醒 我说那这样我们就试试看 把所有的牛奶的东西 都先不要喝 好他就说好 因为他饮食里头 他是在港商工作 所以他其实本来就是比较偏向英式 好喝个下午茶 会有一个奶茶 对而且还是泡的 人家很讲究 中年大叔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是讲究优雅 对然后所以 他就喜欢下午的时候 就会吃一个这个 就是奶茶 然后配个饼干 那所以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先来调整 就是不要加牛奶 我们就是单纯红茶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会吃优格 或者是早上会喝一杯牛奶 所以他一天的奶制品 其实蛮多的 几乎有所谓我们的三份 就是出现至少三次 后来呢我跟他说 因为我们做的方式 就会三个月内 都先不要碰奶制品 好那在第一个月 他就真的就是有很认真 然后有灰症 但他说我觉得有比较好 可是好像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那我们就开始 把他所有吃的东西 一个个挑出来 好那其中有挑到一个东西 叫做玉米浓汤 对因为玉米浓汤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就是玉米嘛 不会特别想到 那个浓的感觉是什么 好那但是那个玉米浓汤 它其实是有牛奶的 我就说那我们就把 这个也拿起来 还有一个东西 也比较特别 因为他老婆是台湾人 所以他老婆其实给他 就是早上会吃包子 肉包 那我跟他说 那你这个包子的皮 暂时先不要 他说只吃肉 我说你换个东西 他就问我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其实 那个台湾的 那个现在的肉包的皮 已经跟以前做那个 不一样了 所以你会单纯吃 包子的皮的时候 你会觉得甜甜的 其实很多工厂 他都已经加了牛奶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把 这两个东西拿起来 我就没有再密集追踪 我就到了第三个月 他再回诊嘛 然后我就说 哎好那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他就跟我说真的 我的皮肤痒的状况改善很多 我说那这样好了 那既然改善很多 其实慢性过敏源 没有不能吃 我说只是先减量 然后再来慢慢加量 我说那你接下来 你可以加一点 他说营养师不用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其实 我有偷偷喝过奶茶 偷偷喝 对啊 因为他们 他就是偏英国人嘛 所以他下午的奶茶 他说他喝了以后 他就明显感觉到 他的皮肤过几天 就会有状况 对 所以你试试看 我想补充一点点 其实大家对过敏 都有一个错觉 好像过敏 应该一碰了 哇整个人肿起来 甚至严重型的 呼吸道的 就是痙攣 然后不能呼吸 等等之类 这个叫急性过敏 但是其实生活中的细节 刚刚婉萍讲的 很多是慢性过敏 这种慢性过敏 就在你食物当中 如果你喝一口牛奶 马上就浑身发作 送到急诊 我相信你一下子 就不会喝牛奶 但因为他这种慢性过敏 他其实表现会在皮肤 甚至很多器官的慢性退化 是会有这种问题 我很多病人说 牛奶过敏 那我就不要喝牛奶 其实刚刚婉萍讲的重点 现在牛奶跟蛋 已经藏在你生活当中 太多细节 其实简单讲 西方饮食 大概跑不掉牛奶跟蛋 现在连中式饮食 台式的三明治 甚至包子的皮面 都可能都加一点 但我要提到 就是说 如果是类似这种 过敏的反应 第一个方法叫减敏 你就不要碰他 那除了在慢慢的不碰他 过程当中 还没有什么可以 加速他改善的营养食物 或者是某些食物方式呢 那就跟大家分享 刚才说的是皮肤过敏 另外一个是鼻子过敏 我有一年 我有个客户 他就是做见解 然后他每一年都来 然后他来到第三年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说 营养师 以后你出去外面 节目分享 你一定要讲这件事情 他说 因为他本来真的也是 严重鼻子过敏 后来他的早餐 他改成生菜沙拉 对 但是他不是外面 便利商店的生菜沙拉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其实就是用洋葱 对 很多的洋葱 他的生菜沙拉的基础 不是生菜为主作 他是先用洋葱 我说 可是洋葱 你知道就是早上吃很辛辣 对啊 他说无所谓 因为对他来讲 他的鼻子过敏 比他有味道这件事情 还要来的更重要 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他说他真的很明显有帮助 那我跟大家分享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觉得不一定是洋葱 生洋葱或生菜沙拉 应该是说他以前 因为基本上都是外食为主作 所以他整体的蔬菜摄取量 就是比较少 那他借由了这个方法 他会早上足足 真的是吃一碗的 这个所谓的生菜沙拉 比照以前来讲 蔬菜的摄取量是多很多 那当我们蔬菜多的时候 我们的纤维多 也会帮助肠道的好菌 增强你自身的免疫力 那第二件事情 洋葱是一个非常好 有胡皮素的一个成分 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 哇那胡皮素这么厉害 还有哪里有 像是苹果啊 或是这个葡萄 或是各种莓果类 其实都会有这些成分 好所以人家都在说 一天一颗苹果 医生远离我 上次我忘记 不知道是哪一个那个名人 他一天吃三颗苹果 所以说苹果 他其实真的有很多的 这个多酚和胡皮素 那就会建议大家 这两个东西 你可以试试看 这样子 那我打插文一下 那这个苹果 要不要连苹果皮一起吃 基本上我会觉得 现在的皮大部分都还是 含有水溶性可食的辣 那他基本上原则上是可以 好那苹果的皮跟苹果的肉 好如果你要用很纯健康的逻辑 我连水溶性辣都不要的话 那你就不要吃皮 因为第一个台湾有苹果 那因为台湾的苹果距离近 他不用防腐这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直接立刻吃在地的 这种会是最新鲜的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你觉得你已经没有什么时间 去多做一些对自己健康好处的话 那我觉得苹果皮你就吃吧 对因为苹果的肉跟苹果皮的纤维 他其实讲白话一点 如果你只吃苹果的肉 你的便便其实是软软的 如果你吃了皮以后 你的便便才会类似比较成条状 好那再来就是可溶性的辣 他其实也是一种纤维 如果外食你真的其实已经觉得 洗了一个苹果你就吃下去 对你是最简单的 你就把皮吃下去吧 这样我常觉得饮食上或者生活上 就是我们叫趋吉避凶 吉避凶是好多东西多做不好东西多远一点 那像发炎就是我讲一个逻辑 发炎是必要之二 发炎像打仗 人家来打你要不要打回去 你要打回去啊 适当发炎是保护身体 可是过度发炎的话 有时候就破坏身体 甚至过度敏感的发炎就俗称了过敏了 对我们很多的癌症 其实他就沿着一个发炎反应 甚至心血管疾病 大家知道他的基本机制都是发炎 近期最有名的大肠癌肺癌 肺癌有另外一些机制他跟基因遗传很有关系 他也是空气污染的发炎 但大肠癌我觉得他跟饮食是很有关系的 大肠癌是一个机制 从慢慢发炎 席肉到大席肉到有问题的席肉 然后最后癌症 不好东西不要吃 那有没有所谓的抗发炎饮食 这个目前你Google如果找一下 抗发炎这个名字 也是一个热搜名词啊 我们先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席肉 其实现在做健康检查很多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他可能有增生性啊 或是什么样的席肉 提醒大家啦 就是因为席肉做完以后 你应该要问一下医生说 我这个席肉 他是不是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风险 因为席肉还是有不同的长相 那再接下来呢 其实大部分不管是好或坏的席肉 因为我们自己诊所就有医生做健检 他外科医生 他其实根本都不相信营养师 真的 因为你知道外科医生他其实就是切了就好了嘛 所以在他的逻辑里头 他会觉得他的东西跟营养师是没有相关的 那他也职业非常多年 所以我印象那个时候他60多岁 那他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大肠席肉 有这个席肉切了以后 那我那天就是跟他喂饺 然后我就说真的你相信我 你那个厨房供餐 你就跟着我们那个供餐吃 然后再多一份青菜 就是我们打菜的时候你多一份青菜 真的 他一年后他真的就没有 所以他从以前不相信到相信 其实席肉大部分的问题 就是蔬菜摄取量吃太少 好那我们就来看 比如说外食好了 像我们办公室其实女生很多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吃这个面的这个状态 因为女生都比较爱吃面类 如果说假设我今天就是点个混沌米粉 混沌米粉里头有蔬菜吗 其实女生会吃饱 可是他不会有蔬菜摄取量 那如果叫他多一个蔬菜 我们同事就会说这样太多了 我吃不下 好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会建议 那你就干脆就是 混沌米粉就不要再加米粉了 为什么 因为你混沌皮也是淀粉了 米粉也是淀粉了 因为女生怕胖嘛 不想这么多的淀粉 好那我们就混沌汤 另外加一个青菜 那怎么加 其实你就跟老板说 我可不可以把那个烫青菜 就是丢在我的混沌汤里头 帮我煮好 就会变成混沌汤青菜 那再来呢 比如说好像我们在外食小菜啊 好大家一定会有烫青菜 好茄子 好这个蛮常见的 对不对 好那像烫青菜其实也有分啊 比如说像是地瓜叶高丽菜 那你们都喜欢吃什么 地瓜叶 那你呢 我 怎么迟疑这么久 其实我是 我通常是会比较喜欢吃乳肉饭 我喜欢吃那个地瓜叶 其实我也是会稍微挑一下 如果有森绿色 我会优先选森绿色 果然是医生 非常的棒 就跟大家分享 高丽菜其实也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针对我们刚才 说的是席肉的问题 它其实还是要纤维多 所以地瓜叶跟高丽菜比起来 你会发现地瓜叶比较难咬 所以相对它的纤维含量就会比较多 可是呢 因为这些的纤维 你就把它想象成菜瓜布 大家有用过丝瓜布吧 不是可以洗澡啊 或是洗碗啊 就是把脏东西给弄掉 所以如果我今天吃比较粗的这个地瓜叶 它就会进入你的肠道 因为丝瓜布就是纤维 它就像是那个丝瓜布一样 就是那个粗粗的 就把你的肠道的脏东西给刮刮刮刮刮下来 所以如果说像在外食的部分 假设你要吃卤肉饭 那我就想问问问看 我们是要专门吃某一种鱼好 还是每次都吃不同的鱼 在大肠癌里头 因为最主要是红肉 红肉就是所谓的牛肉猪肉脂肪含量比较高 所以可能会跟大肠癌的发生率会有相关 那因为鱼肉脂肪含量比较低 所以比较不容易发炎反应 但是呢 这个时候破解一个迷思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鲑鱼秋刀鱼很健康 可是它其实是高油 它的油量跟所谓的五花肉控肉 不相上下 那很高 那大家就会想说 那干嘛还叫我吃这些 那是因为 它其实有丰富的DHA跟EPA 就是所谓的鱼油 鱼比较特别的是 它一样有分高油的鱼 跟比较瘦的鱼 但是它们都可以吃 是因为它们整体 比如说高油的鱼 它的EPA跟DHA很高 所以可以降低发炎反应 好那它比较瘦的鱼 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 常见的石斑 鱸鱼 都是像鸡胸肉 一样瘦的鱼 所以我的建议 就是一天吃一次鱼 什么样的鱼 都没有问题 这样子 讲完健康的鱼 我们回到我们这种 中年来人 比较油腻一点的选择 其实你知道 现在我们医院也有公餐 真的吗 我们阿姨很厉害了 我吃三年 但吃三年总是会腻 那现在便当有几个大选 排骨鸡腿 控肉如何选择 我们就来分 红黄绿灯这样的逻辑 好不好 绿灯一定是首选是鸡腿 对不对 真的啊 对对 因为鸡腿相对热量比较低 它不管怎么样 它的热量都是白肉 所以它比较低 对那有人就会接下来问 那如果鸡腿有 这个炸鸡跟卤鸡 那卤鸡当然会热量更低 那炸鸡热量高 那炸鸡的热量高的话 那个有皮跟没有皮有差 因为你把皮去掉 你其实就是跟卤鸡一样 那也是OK 都已经吃到炸鸡腿 还把皮去掉 就像是我好了 我自己就是会选择吃炸鸡 但是我只会吃一半的皮 因为你知道多那一个皮 热量多100卡 大家可能觉得无所谓 对对 我告诉你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 去骑那个飞轮 你知道那个骑飞轮 那个它只有45分钟的课 然后我骑前面 到了10分钟 我都会觉得 妈呀 怎么还没有结束 那么久 有够累的 然后骑到20分钟 我想说 太好了 等下快要到那个放松时间 所以骑45分钟 我只能消耗大概180卡 我不是很厉害的人 我就想说那鸡皮算了 因为我想说 我吃了这100卡的鸡皮 要多骑20分钟 对 而且那价钱多很多 你知道骑飞轮也很贵 你是中年大叔 我是中年阿姨 我很甘愿 对 就是吃一半的鸡皮 接下来呢 排骨其实就分 就是如果是炸排骨 它其实真的相对热量比较高 所以它就在红灯 那卤排骨呢 它虽然比较没有炸 大家可能也误会它 它其实是有炸过的 因为它炸过在卤 所以它其实也是落在 红灯跟黄灯之间 最高热量 当然是控肉 如果它比较 不会那么油 会不会比较好呢 我懂 就是说我们今天 你用这三个来比嘛 所以我就把它排到红灯去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炸鸡排 或炸猪排 就是它不是真的 像是原型食物的 那个排骨便当 或者是鸡腿便当 那这个时候 我反而会鼓励大家 你就选控肉好了 因为控肉讲实话 它没有很大片 台北市真的没有很大片 控肉反而是原型食物 像吃控肉的人 我就会建议 如果你想要吃控肉 你可以他说 我的饭量就是少三分之一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被那个打菜的时候 它便当虽然固定 可是你如果跟他说加菜 现在在我们的订便当时候 比如说你饭少一点 加一个菜 他们是OK的哦 每一家加的钱不同 有时加10块到20块不一定 这样好 那所以就给大家参考 那我从营养师的角度 我知道它热量高 可是呢 它相对呢 它是原型食物 少一点饭 多一点菜 其实它没有不能吃 那调味料呢 我们辛香料 是不是尽量少一点比较好 应该是说辛香料没有的话 应该没有人吃的下吧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会鼓励 就是多使用不同的辛香料 但是比较不需要它太多的盐分 那或者是有像有些辛香料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会看到 有些芥末盐 就是本身有芥末有加盐 那就是因为你它加的时候 因为那个芥末的香气比较重 所以你的盐味就可以少一点 或者干脆就是 比如加买那种没有盐的辛香料 然后直接就是用它的香气 去做料理也是OK 再来就是辛香料 还有什么样的应用方式呢 比如说像这个季节 就是开始变冷嘛 那像大蒜鸡汤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好那接下来 就是我有时候会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会加麻糕 就会有一种不同的香气 那有时候呢 我就会加一些姜黄 它就会有不同的香气 不过我刚刚提到这些抗发炎 我觉得对多数听众的吸引力 比不上两个字叫抗老 有没有这一类的抗发炎 逆转青春的这类饮食呢 今天为了节目的收视率 一定要收听率 一定要这样子 哇我也好香 好那我反而要跟大家分享 你知道抗老饮食啊 我们先从研究论文来说 他们很明确的证明 七分饱的老鼠 就是老鼠食验 吃七分饱的老鼠 他真的可以活得比较久 很多人就会有疑问 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 你看他又喝酒又抽烟 可是他都瘦瘦的 所以瘦瘦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维持 我们的这个身体过度的耗损 我们体内其实 你把想象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很多产生的一些废物 那这些废物 你一定要把它丢掉 要有膳食纤维帮助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丝瓜布 帮我们把体内的脏东西都要丢掉 所以简单来讲呢 大家就是握起你的拳头 画面上有人用听的 有人用看的 你可以握起你的拳头 看看你的拳头有多大 那你就记得你一天 你要吃到你的拳头 至少两个拳头的蔬菜 或是水果 这是很低标哦 要吃得到两个拳头以上的蔬菜 或水果 你先想想看 你有没有吃到这个低标 那什么叫做很棒 就是比较高标 就是你要吃到你的拳头 要有七个 这有难了吧 对 但是大家思考一下嘛 就是你也许是两个 就表示你可以更往上增加 如果你是 比如说就只有一个 甚至不到一个 你就要开始想 好像营养师说 这叫低标 你是不是要开始 往这个方向走 那如果你吃到七个以上 我会建议你 没有说不好 但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 胀气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又要再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觉得收纳两件事情 比较简单 就是第一个维持七分饱 你可以采用所谓的断食的方式 或者第二个 就是我们可以吃到 至少两个拳头的低标 比较棒的七个拳头的 这个蔬菜水果的量 给大家先参考一下 我刚好前一阵子 跟我一些好朋友聚会 我一个长辈 他一个长辈 他们全家都是活九十几岁 他说他爸爸从小就叫他一句话 吃较久 吃较久 刚刚讲回到你刚刚讲吃的少 所以他就很吃的少 所以吃的少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叫多样化 我觉得多样化就是刚刚讲食物的选择种类 但我要讲多样化 不是你爱吃控肉饭 于是你吃七家不一样的控肉饭 那不叫多样化 这是同一种 饭不懂厂商 多样化 起码每一种都吃一点 我常常说 就每一种投资一点 起码中毒的机会也少一点 所以吃较久 吃较久 还有多样化 这个其实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做参考 相信大家听到这边都还以为 但节目其实已经来到了尾声 下一集还会跟大家聊 如何在日常生活轻松 妨碍可别错过了 今天谢谢婉萍营养师的精彩分享 谢谢婉萍 谢谢保仁医生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 也欢迎大家下载 本集的健康问良医 并订阅良医健康网的YouTube 我们每周五晚上八点会准时播出 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新知识 吃东西可以少吃一点 这个Podcast要多听一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 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YouTube 和Podcast商周吧 期待你我在共同相会哦 拜拜